又到了转盘时间了 我们这边那个 我们这边就只能我上了 来 漂亮 这么短 这刚好 来 走 行 走你 一百 有希望 来了 有希望 二十秒 二十秒 可以 可以 相当可以的 上来 花 这个我发现一个奥妙 就是姿势越优美 拿的分越少 那我就丑一点是吗 不要你还是要帅 花花来个美人鱼 美人鱼是什么样子 对 这可以 这样是吗 花花 你就不能性感一点吗 对 这样 怎么性感 妖娆 妖娆 妖娆一点 哎呀 手摸着自己的大腿 我 我 露出来 这有点怪我 来 不能动 花花好帅 我跟你说 这姿势 五分多说了 来了 有可能 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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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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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平了 可以 二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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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到目前为止 王牌家族拥有的拍摄时间是一百二十秒 两分钟了 两分钟了 整整两分钟了 两分钟了 好伴侣 好伴侣 叫做七猫 春节宅家有三宝 手机 WiFi和七猫 免费看书一百年 七猫免费小说好 免费小说上七猫 海亮小说他任你跳 七猫这个真七猫 好 大家记得免费去下载七猫免费小说APP 过年期间不无聊 好 准备一下 马上进入下一关 先生夺人 超稳 温云台 夜拍式王拍 Vivo王拍时刻 马上进入下一关 先生夺人 这关叫做先生夺人 考验的就是各位的反应能力 每一轮得先给自己取好名字 然后呢报数 谁重样了 马上喊出对方的名字 后喊出的人要么真心话 要么大冒险 如果之前全部都没有撞上的 最后一个人 接受真心话和大冒险的惩罚 第一轮每个人要给自己取的 是一位新生代艺人 从小冬开始 你打算第一轮叫 我叫我弟弟吧 丁程鑫 潘叔叔叫什么 古林大甲 苏亚轩 那我这样吧 我找到书越铭的刘浩然吧 刘浩然 对 花花 花花不能叫自己 不能叫自己 我终生代了 贺俊玲 贺俊玲 我歌迷 那我说我们对的吧 马家琪 我叫马家琪 那我就叫陆寒吧 你叫什么 你看多不好记 我刚叫完 宝哥就忘了 我叫陆寒 那我叫郭小彤 哈哈 我比陆寒差哪儿了 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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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第一轮 三 二 二 一 开始 一 一 那有刘浩然 哎 龙赛 哎 龙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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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了一个太容易记的名字 迪路 那有输了呗 这样先来个真心话吧 腾哥问一个真心话 第一个问题问一个简单点的 百亿票房男演员里面 你觉得谁的演技不如你 哎呀提四个人吧 黄渤 徐峥 吴京 沈腾 哈哈 那 这 谁 吴京 谁 哈哈 你这是个好孩子 你才学坏了 什么黄渤 哈哈 不是 刚才四个人当中有你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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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那个真心喽 继续啊 继续啊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二 还有那个 三 四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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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不要痛 快痛 快痛 不要痛 快疼 哈哈 干嘛 哈哈 哈哈 你看马上哥 快疼 快疼 真心话大冒险选一个啊 大冒险呢 我给你出个大冒险的题 教教我徒弟和他的小伙伴们 你的经典台词 孙骰 ,你从哪儿孙骰 好 来 集体学习啊 看谁最快学会啊 好 动作表情 你看看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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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注意啊 Lady go 你从你的损赛 赛赛 对啊 好 来吧 快了 哈哈 九秒 十代少年团 宝哥台词课 三 二 一 开始 这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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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那儿孙骰 你吵你那儿孙骰 你吵你那儿孙骰 孙骰 孙骰 哎呀 儿话 好 这场授课成功啊 Milliarden 可以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可以了 难家这么孩了 你都非常优秀了 接下来我们换个题目 给自己取一个歌手名 那我就叫华晨宇 可以吗 潘叔叔叫什么 妈 贾玲 还会有别的答案吗 难道 他不会选我妹夫吧 谁啊 老德华 行 刘德华 装得可勉强了 给贾玲打打气来 小杜 小杜 播放刘德华的电影 好第一 小杜 小杜 播放第一个 宝强叫什么 迪克牛仔吧 私情隔日乐 这个博爱心机越来越重 潘克 航天旗 谁 航天旗 我家住在黄埔高坡 明白了 张学友 准备好 来 三 二 等会儿 想办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等会儿 等会儿都是六 就剩七和八了 等会儿 二已经说完了 二已经说完了 七 七 七 不二说完了吗 真的说完了 你被他给坑了 花花 他就任凭我们摆布 是不是